《道德经》第38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 下德为之而有以为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 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上理为之而莫之应 则攘弊而扔之 故失道而厚德 失德而厚人 失人而厚义 失义而厚礼 弗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前使者道之华而愚之实 是以大丈夫处其后 不拘其薄 处其时不拘其华 故去彼取此 《道德经》第38章一文 至上之德 不执着此德 正义如此 拥有这德性 俗下之德 知识不失此德 正义如此 丢失了这德性 至上之德 自然无为 而且也不为是目的而为 俗下之德 勉励有为 而且是为了目的而为 至上之人 纯只感同之为 不为是目的而为 至上之义 勉励为之 这是为了目的而为 至上之理 勉励为之 却没得恰当回应 却没得恰当回应 就拉着臂膀而勉强将救他 如此看来 失去了大道之源 而后只好强调内在德性 失去了内在德性 而后只好强调感同之人 失去了感同之人 而后只好强调正义法则 失去了正义法则 而后只好强调离义规范 那强调离义规范的 正可见忠诚 信使已然焦薄 或万灾害 已然开始 预先策度未来 只见得大道的表象 这是人们愚昧之时啊 因此 大丈夫宁可居住中性之后 不愿居住李文之宝 宁可居住淳朴之时 不愿居住腐贩之华 因此宁可居华薄 而居厚实